Hello,大家好,这里是兰兰自驾游 今天是12月10号 我现在陕西西安的石化道道 花卉批发基地这里 昨天晚上就把车子停在这里了 就这门口 现在已经8点多了 准备开始接单了 西安这两天会降温 降温之前它都会有一个很热的天 昨天睡觉反正是挺热的 过了今天晚上估计就要冷了 说是要下雪 今天反正是个阴天 接下来肯定会很冷很冷 昨天因为拉到工地上 那个火给当了 昨天就拉了两单 流水只有260多块钱 然后今天不知道怎么样 今天周日 咱在这里开始接单了 接了一个中面单子 就在这个石化大道 花卉市场基地里面去装货 现在启动一下车子热一下 已经开始在装了 是一些不锈钢的工具 送到了这是餐饮里面的 这个叫什么厨房管道 刚刚拉了一个中面的单子 是两位中学生 然后一个自行车坏掉了 拉到陕西体育场这里 现在是12点多了 刚刚接了一个预约单 是1点20过去装货 去 那叫啥 就也快到了蓝田县那边了 好像是个乡村的地方 我一看160多块钱 我就在那儿抢了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样嘛 就是想拉一个长远的火 不想在市区这边 市区这边你随便拉一个 然后一堵车一上午一下午 20多公里能走一个多小时 你知道吗 所以不太想在市区 想接一个长途的火 但是一直在西安走不了了 你说咋办吗 第三单已经完成了 送到周家庄村 第三单本来是160多块钱 完了他把地址搞错了 相差33公里 然后又给他送过来 33公里 4块钱一公里 132 然后算130 刚给他送到 这是中南山的花世界 花卉大世界 之前我来过一次这里 然后又在这附近 本来在这边吃饭了 然后这附近又接了一单 现在前往那个地方去装货了 第四单在一个学校的体育馆 拉的这些电视机 现在已经6点50了 刚刚把那个学校的电视机啊 那些东西给他送到了 今天的营业额还不错 600多 现在已经快7点了嘛 所以又下雨 你看下烤大雨 不知道等一下还有没有单子 有单子的话继续接 因为我今天还不累 我感觉就是越是歇着 也是感觉累 你跑起来还没那么累 你看今天的营业额是600多 我感觉没那么累 前天200多300多 还有一天才60多的 我感觉等单的过程中好累啊 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中 你有钱挣吗 你就有动力感觉那种 刚刚去检查了一下 我的车子的灯光 两个进光灯都不亮了 完了人家检查出来的结果是 电脑模块坏掉了 要换电脑模块 然后要价800 这电脑模块那么容易坏掉吗 然后我就没换 我说等到后天吧 明天我再去其他的地方去检查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8点钟了 好多休息场都已经下班了 今天就这样吧 找一个录影地开始休息了 睡觉了 8点钟了 现在23点了 今天跑了198公里 车上还有一堆衣服没有卸 刚刚我没有休息 我就接了一单 120多块钱 现在开始卸货了 现在这里面 我慢慢的听 雪落下的声音 闭着眼睛 幻想它不会停 你没办法靠近 却不是太薄情 现在是凌晨32分 刚刚卸完货 本来想去洗个澡呢 地图上显示24小时营业的 但是我到那里之后 人家已经关门了 所以又回来 回来开车又去找录影地 录影地也没找到合适的录影地 我现在在纺织城 这个是纺织公园 然后就在这条马路边上停下来了 一般这晚上啊 都不贴条的 明天咱早点起来 也睡不几个小时了 赶快简单洗漱一下 就睡觉了